20日上午,健康中国绿智运绿跑公益计划活动在松打湖畔举行,村长以瑞带着家人来参加绿跑活动。 华生在线5月20日讯记者李空一20日上午,健康中国绿智运绿跑公益计划活动在松打湖畔举行, 2000名爱心志愿者跑步爱好者华生绿跑侠,用全程5.2公里的绿跑向贫困母亲献上爱心,又行。 绿智运集团董事长胡伯安介绍,绿跑活动是绿智运集团每年都会举办的固定项目, 希望通过活动向社会传递正能量,号召大家一起参与运动,享受健康生活, 同时也希望通过活动表达运动家公益的理念,从而感染大家,一起来参与公益,健康公益。 我相信每个人的小善一定能汇聚成社会的大碍。 在活动启动式上,绿智运集团排。